大家好,我是阿天,赏文西我们收到 在利木路前去拯救米利木之时 世界各地的战争同时打下 萨利昂遭到了杰西亚和扎拉里奥的攻击 路米纳斯的领地则受到了巨人军团的袭击 为了支援萨利昂,红丸也带着苍蝇展开了情动 本期视频我们就从支援路米纳斯的阿达尔曼和紫苑讲起 讲讲与巨人军团的首次对峙 以及达古柳鹿的觉悟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在布毛之地与西侧诸国的边界线上 有着一座被称为长壁的巨型建筑物 这座墙壁由特别的结界对魔入侵防卫战壁守护 阻挡着来自沙漠地带的魔物入侵 而且这也是圣骑之团与魔物作战的最前线 通过定期的巡逻,修复漏洞,清除入侵的魔物来守护边境人民 也因此西侧诸国的人们对路米纳斯神的信仰心日渐升高 而现在这座长壁发挥出了其真正的作用 阿达尔曼身穿神圣长袍站在墙壁上观察着战场 就在刚刚检测到的空间的扭曲 随后巨人军团通过转移魔法大规模地传送了过来 正如我等的神明预料一般,敌人转移过来了吗? 阿达尔曼并没有慌张,反而因此感到了兴奋 自己的主人利目鲁大人的预想正确让他感到了自信 当然他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 很快便向本国传递了情报 另一边,达古流露的军队之所以能够传送过来 是因为古城武艺的权劳 为了能让路米纳斯他们掉以轻心 达古流露故意展示出了禁军的姿态 随后瞬间转移了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到达的距离 达古流露自以为能够让对方大吃一惊 不过很可惜,路米纳斯军不仅没有慌乱 反而是不眠不休地构筑起了防御阵势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阿达尔曼的不死军团对比起巨人实在显得太过弱小 但经历了帝国战之后 他们的武器可是实在实在发生的变化 骷髅工兵携带的是导弹发射器 腐肉士兵携带的是自动步枪 而至于骸骨骑士 全部装备上了帝国师母发现以及魔枪 远近结合又被武快 因此以破竹之势打算进攻的达古流露 在战斗开始之时就遇到了困难 一轮又一轮的导弹飞射 炸飞了巨人军团的前派部队 呃,真是嚣张啊 本想打对手可措手不及 结果却反而被敌人轻易击退 达古流露感到了不快 怎么办,兄长 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了 为了找回战斗的感觉 就让他们先玩玩吧 虽然第一步其实误了 不过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副所巨人团有三万名士兵 其中当然也存在一些弱者 能够通过这次的进攻 将他们给筛选出去 反而是一件好事 了解 那些新兵已经没有超速再生的 就让他们先折个饭吧 古拉索德也明白 打鼓流露的强法 向部强们吓到了命令 看到大将成熟稳重的样子 士兵们也都恢复了信心 巨人们很快重振态势 利用怪力投掷巨石进行反击 其效果非常显著 与巨人相比无比瘦小的魔物 根本无力抵挡巨石 重弹的中心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不过幸运的是 用魔钢制成的成臂 还是承受住了攻击 可恶的鲁比纳斯 巨人准备了这么棘手的东西 因为有结界存在 要想转移到墙壁内部非常困难 只要这个墙壁还在 战斗就会陷入僵持状态 正如古拉索德所说 战斗开始陷入僵持状态 对方明明是脆弱的不死者 却拥有着极高的攻击力 在腐肉士兵那奇怪的武器之下 巨人们的魔法抗性 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些没有再生能力的下棋士兵 很快就被束手无策地干掉了 双方迅速形成了 远距离互狂的形式 各自出现了严重的伤亡 这都是魔王利木鲁的技术吗 达古六路不禁抱怨了起来 以他的了解 利木鲁非常擅长 识破敌人的计划 随后反击到爱心的战术 这次能够提前识破自己会转移过来 应该也是他的寂寞 这次的作战也很有利木鲁 不愿出现牺牲的风格 本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小看他 但没想到老夫的士兵 居然会败给区区的不死族 回想起过去记忆的达古六路 性格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并不讨厌利木鲁 不如说他也不想和自己的熟人敌对 只是还是去城时候的自己 那单纯的因为想要知悔世界 而大闹一番的记忆 让达古六路产生的动摇 曾经的他敢于反抗身为神的新王龙 并以此来证明自己 而且达古六路也相信 这就是新王龙的期望 孩子是超越父母的存在 正是因为达古六路相信了这份希望 所以才不想做出让神失望的事情 即使是被偿士神之名 即使是背叛朋友 即使是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达古六路也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这么说来 自从路比纳斯杀死无有之后 我跟他就没有调节的可能 这便是必须战斗的理由 魔王露米纳斯杀死了他的父亲 做到了自己未曾做到的事情 朋友被杀的怨恨 成功示亲的嫉妒 以及尊敬 达古六路虽然认同了露米纳斯 但也对露米纳斯抱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 这时的达古六路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他能够感受到他们就在这个战场上 这三个人的实力并不强大 在真正的魔王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达古六路深爱着他的孩子 但并没有抱有期待 不 不如说是因为不想让他们背负起事情的罪孽 所以才故意没有锻炼他们 这本是违背造物主期望的事情 不过自己的儿子们也因此 从这个诅咒中被解放了出来 本就该如此 老父会在自己的路上继续征战 而你们也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自由地活下去 当然 要想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也必须要有能够守护自由的力量 兄长 那几个小鬼要怎么办 纷绕有兴趣地说着 与老夫无关 既然敢作为敌人出现在老夫面前 那就只能毫不留情地将其击溃 若是能把这份痛苦作为前进的动力导好 否则的话 否则将会在痛苦中度过毫无意义的余生 这便是弱弱强食 这个世界绝对的法则 希望能够变得强一点 至少能够站在老夫面前不退缩吧 达古六路没有迷惘 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回到阿达尔曼的视角 阿达尔曼骑在明灵龙王温丽的背上 在空中扫尸着战场 很顺利呢 阿达尔曼如此说道 那些低级的不死者在发射完导弹之后就失去了战斗力 虽然很快就会面临蹂躏 但本来就是楼楼的他们已经值得夸奖 接下来就要进行更加强烈的攻击了 要不要警告一下对手呢 没必要吧 这又不是单挑 比起堂堂正正的失去机会 还不如卑劣地获取胜利 发言的人是阿达尔曼的挚友加德拉 阿达尔曼也统一了他的观点 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侵略者 没错 就用出最为夸张的魔法 让敌人后悔去吧 那就来比一场 看谁更加厉害 听到这话 阿达尔曼也高兴地表示赞同 于是抢在加德拉之前 阿达尔曼开始涌畅起了魔法 阿达尔曼所选择的魔法 是在迷宫内部无法使用的召唤系金术 这是一个超广范围的伤害魔法 根据古老的文献记载 曾经有几个大魔法师联合释放 都因为无法控制而失败了 因为在战场上无需顾虑敌人的死亡 而且这个魔法非常华丽 所以阿达尔曼才选择了这个金术 事实上 这也是阿达尔曼第一次使用这个魔法 阿达尔曼不由的心跳加快 原来如此 依靠着究极次予魔道之书 这样就不需要涌畅魔法 感受着身体内部涌起的力量 阿达尔曼感到无比畅快 看好了加德拉 这就是古老的极大魔法 爆霸流星兰 说话的瞬间 天地间出现了耀眼的魔法阵 无数的光柱从空中落下 就如同繁星陨落一般 带来了死亡与恐惧 直径超过一千米的巨大陨石 包含着破坏一切的力量将大体吞没 曾经的大魔术师 用尽一生也无法实现的魔法 此时发挥出了其完全的威力 即便巨人们有着超速再生的能力 在这超过自身极限的长崖下 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因为范围过于广泛 逃跑也是不可能的 巨人士兵们试图用双手拦下陨石 但最终都毫无反抗之力地 被烧成了盆没 打鼓流露的军队 在这一季魔法之后 失去了三成的兵力 看啊加德拉 这次是我赢了吧 俯师的地下被狐猿吞没的大地 阿达尔曼一边惊讶于魔法的威力 一边炫耀着胜利 不过加德拉可完全高兴不起来 刚刚阿达尔曼使用的魔法 是召唤出假象的陨石 来干涉真实的世界 虽然空想物质变成现实的效果是短暂的 但用来伤害敌人已经足够了 这家伙居然学会了这种魔法 这可不是神圣魔法或者死灵魔法 还是属于暗黑魔法中的召唤魔法 这可是我擅长的领域啊 如果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被比下去还能找一下借口 但对方居然敢这么做 那就是在挑战自己的尊严 加德拉可不会亲密认输 作为刚刚加入迪亚布罗麾下的人 加德拉正想找机会立下功劳 而现在是危及全世界的大战 加德拉认为肯定能够立下大功 最起码也不会被迪亚布罗掏弃 所以加德拉完全不服输地说道 怎么可能是你赢了 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魔法的精髓 如此夸下骇驳的同时 加德拉构筑起了魔法 变成了金属性恶魔之后 加德拉利用纠集词语魔道之书 脚踏实地不断请教 学会了更加接近于魔法圆域的知识 这可是连阿达曼都不知道的魔法 是由迪亚布罗和乌艾提玛 共同教授的暗黑魔法的心碎 降临于世霸 于机友中挣扎之争 以当锐烈的尖牙吞噬一切 神圣魔法中最强的虚无崩坏 乃是对人魔法的最强 与之相对的是乌艾提玛擅长的黑暗魔法 虚无消灭于 一个利用从地狱里边涌出的虚无 将对方吞噬殆尽的魔法 而迪亚德拉的这个魔法 名为绝压虚无宝石 就是在此基础之上 将范围从单体扩大至整个战场 用上自身所有的魔力 完成了广范围般的虚无消灭力 随后 包围着整个军队的魔法阵 连接着天与地 从中喷射出无数的暗黑闪电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黑点 这正是吞噬所有物质的暗黑之一 天地间充满了被视为进阶的虚无 吸收内部的一切存在 感受到魔法发动成功 加德拉高声大笑 哇哈哈哈哈 怎么样 厉害吧 不过阿达尔曼却完全慌了起来 毕竟 这个可是一旦控制失误 就有可能让世界都毁灭了究极魔法 哎呀 老夫也想引人注目嘛 哎呀 你个头啊 听到这如孩子一般的发言 阿达尔曼彻底无语了 加德拉则堂堂正正地说道 有什么关系 反正都成功了 有老夫和你在 不会有问题的 如此说着的加德拉 不过是被称为疯狂的天才 通过这两个极大魔法 敌军的数量迅速减少 比起开始时已经降到了一半一下 而且 绝压虚无宝石的效果还没有结束 很有可能就这样将敌军击退 那么 结果会是如何呢 视角转到打鼓流露这边 打鼓流露瞬间便察觉到了这两个魔法的危险系 第一个陨石魔法虽然优秀 但是打鼓流露并不在意 巨人本就是有着对魔法绝对防御 魔法无效能力的人 对于会被这种水平的魔法给消灭的巨人 不仅说明其缺乏运气 实力也不足 不如说 敌人的魔法 刚好可以筛选出 有资格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 事实上 打鼓流露的心腹以及主力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这个魔法击退 依旧在不停前进场 但是 第二个极大魔法 绝压虚无宝石就不可以小巧了 这可是连魔法无效的绝对能力 都可以贯穿造成伤害的攻击 该死的无外提马 居然这么轻易就传授尽数 一想到无外提马那天真无限的笑容 打鼓流露就不禁发出了抱怨 召唤地狱虚无的魔法 本是只有恶魔之王才知道的魔法 要说那七个人中 谁会将其传授给别人 最可疑的就是无外提马 又或者是雷音 弥撒利是个很认真的人 其一 迪亚布罗 泰斯塔罗莎也算是有常识的人 至于卡雷拉 虽然也有可能 不过他不怎么会教导别人 所以也可以排除 剩下的就是无外提马和雷音 再根据跟阿达尔曼的关系 所以可以确定是无外提马 虽然这就是正确答案 不过打鼓流露可高兴不起来 幸运的是 打鼓流露可以应对这个魔法 只见打鼓流露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随后对着天空高举双手 释放了自己的力量 所谓的虚无系魔法攻击 是通过负的存在值 来将对象的存在消灭 这样的话 只要用正的能量来将其中和 就可以破解这个魔法 巨人打鼓流露可是魔术的绝合体 就算是加德拉倾助权力释放的 绝押虚无宝石 也同样可以轻松抵消 打鼓流露的军队开始继续订攻 接受了同伴的死亡 踏过了地上的尸体 眼中包含着对打鼓流露的信任 就这样无视的恐惧地朝着目标前进 真是难以窒息 不愧是打鼓流露 居然这么轻易就将这个魔法给无效了 看着继续前进的巨人们 两人都不禁瞠目见舌 本以为对方经历了大量的卷言之后 会做出彻底的举动 但不知不觉中 他们就重新调整好了队伍 没能击插的巨人们 也凭借着超常的恢复能力恢复了伤口 就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看着这样的神姿 与之对峙的士兵们都感到了畏惧 这些家伙是完全没有恐惧性的吗 是啊 根本就是无法用常识来解释的对手 说是这么说 但利姆罗大人的部下也是这样的人 加德拉的心中如此强者 但并没有傻到把这句话说出来 总之 用极大魔法打击敌人的目的已经实现 面对不畏惧死亡的对手 使用了过多魔力的两人 决定暂时出退 回去报告巨人军团 那恐怖的决心 以及强大的恢复能力 于是 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大将之间的战争 那么 下期我们就讲讲 紫园VS打过流露 阿达尔曼与其他大将的战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身份的小伙伴 还记得点赞和三连一波 谢谢视频已经从文化第二季 直接讲到了小说的最兴权 如果你对谢谢视频感兴趣 可以在我的布兰和收藏箱里边 点击播放全部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